可是与此同时 捷报传回来 报告山本五十六 打作我们这如何如何赢了 山本五十六没什么笑模样 只是轻轻的说了一句 我们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 你看这话还挺沉重 这一幕在电影《呼呼呼》里边 还有《珍珠港》里边都有在线 整个战争场面包括山本说这话 那么为什么山本说这样的话 他的目的没打到 一个是三艘航空母舰没被击沉 第二个咱们前面说了 要在战争前半小时 把这个宣战书送到 可是鬼使神差也没送到 到一点四十分的时候 美国当地时间一点四十分 才把这宣战书送到 那边珍珠港已经都打响了 罗斯福已经知道这事 当时的美国总统 但是外交礼节一样不能少 让自己的国务卿 把宣战书接过来仔细看一遍 看完了 国务卿气得就拍拙了 这是我尖刀子最无耻的一次宣战 这干嘛这是 那边打上了才给我们宣战 说日本人做事咱都知道很严密 很精细 他怎么能翻这个毛病 也得说赖当时的通讯技术 在这之前把宣战书 通过发电报的方式发过来 可是在美国工作的日本的军部的外交人员 解码解的也慢 打印也费劲 就把打印这份宣战书事给耽误了 等都弄好再拿过去时候 这时间已经过了 所以一下子成日本人如意算盘打的是宣战 变成了无耻的偷袭 结果这个无耻偷袭 不仅是在世界范围之内 日本在道义上不占上风了 同时也让美国国内同仇敌开 气死了 日本人怎么能干这个事呢 多不识人的这事干的 所以这场战争过了之后 罗斯福振逼一呼 咱美国不打刑吗 不行了 放弃幻想吧 统一认识吧 对日本宣战吧 接下来美日的太平洋海战 那么这个事情 一直到现在都有人怀疑 所以你看那三艘航空母舰 和22艘其他舰舰 怎么突然间从珍珠港就消失了呢 就没了呢 你这不好解释 所以有人猜 这个有可能是罗斯福的一次苦肉计 说什么苦肉计呢 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舰队 这次作战计划 也被誉为军事史上 最成功的偷袭战 可为何有人却说 这次偷袭是罗斯福自导自言的苦肉计呢 偷袭之前 美军又有什么异常的军事调动吗 因为美国当时我们前面分析了 早打晚打 它是要参战的 可是什么时候参战 罗斯福觉得越早越好 你要晚参战了 前面再分析了 真是日本德国把亚洲欧洲控制出来 那美国再参战意义不大 而且难度很大 所以得趁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再参战才能收获更大的利益 但是这时候参战 美国人里头有相当一大谋 互相打仗 你打呗 你欧洲亚洲打乱头了也不干涉我们 我们在美洲这儿 你想打过来隔着太平洋大西洋那么远 所以好多美国人觉得别掺和那事 咱自个玩自个的别打 当时美国有一种意见甚至是主流 叫孤立主义 什么叫孤立主义呢 就在军事上啊 除非你打我我反击你 要不然我不干涉你那政 什么周星国同胖共 你愿咋咋咋咋咋 跟我没关系 我发展我的经济 我过我的日子 所以当时孤立主义 在美国国内 还有不少人拥戴